好一名男子在林口的KTV喝酒之後 失控對服務人員砸酒杯 又被原警給帶回 但是被帶回去又持續辱罵原警 身穿淺色長褲的男子突然失控 衝向夜店安管人員甚至動手揮拳 夜店門口爆發肢體衝突 警方火爆到場 立刻把雙方拉開 將這名失控鬧事的酒客 壓制在地 酒精催化下他情緒 臺國激動原警先將他上銬 但不只他 現場好幾名安管人員也疑似有動手 通通被帶回偵辦 事發在臺北市信義區一間夜店門口 證明二十多歲養性酒客喝了太多 嘔吐在店裡面 疑似店家要向他收清潔費 金額卻談不攏 他一路鬧到店外還和安管人員互殴 遭到手望和快達極力壓制 依妨害秩序傷害等罪把六人送辦 一般來說民眾在夜店內嘔吐都會被收清潔費 價格落在一千元左右 但每間收費不同 如果想吐建議人到廁所嘔吐槽再吐 如果真的撐不下去 那清潔費還是得乖乖付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